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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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們看一下2-1席題的第5題 題目跟我們說,在坐標平面上 有一個點,P點,會在直線L1上移動 若每次P點的S坐標,增加四個單位常識 Y坐標也會跟著增加六個單位常 現在有另外一條直線叫做L2 然後這條直線L2會跟直線L1垂直 然後題目要問直線L2的斜率是多少 這題最後的目標我要求出L2的斜率會是多少 然後我可以知道直線L2跟直線L1垂直 所以一開始的話我就先假設直線L1的斜率是N1 直線L2的斜率是N2 接下來的話我去觀察的是 直線L1上面有一個點是P點 P點的S坐標每次增加四個單位常識 Y坐標會跟著增加六個單位常 所以接下來我就藉由斜率的定義 我可以知道N1會等於的是 每次S坐標的變化量分支Y坐標的變化量 那S坐標每次增加四個單位常 所以我就寫4放上分母 那Y坐標也會跟著增加六個單位常 那6我就放上分子 所以我可以知道N1會等於四分之六 那也會等於二分之三 接下來的話我就運用 題目跟我說的是直線L1跟直線L2垂直 然後因為N1就是直線L1的斜率 它是三分之二分之三 所以它不是千直直線 它也不是水平直線 所以我可以運用我們在這個章學學的 當有兩條直線垂直的時候 兩條直線的斜率相乘會等於負一 所以N1乘上N2會等於負一 然後N1的話會是三分之三 乘上N2要等於負一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N2會等於負的三分之二 然後這題題目要問的就是直線L2的斜率 那我一開始假設是N2 所以這題最後我回答直線L2的斜率就是負的三分之二 第四個字幕